來吧 工廠冒出濃濃白煙 外頭鐵皮一條一條的剝落 掉滿地 現場滿目瘡疑 消防隊員來回清點人數 因為彰化二水這間環保材料工廠 疑似因為管線問題發生氣爆以外 一條一個 鋪上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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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鋪得好大一聲 員工全部嚇傻 工廠內部的管線爆炸開 玻璃也被炸出大洞一片狼藉 過程中有兩名員工被撥擊 兩人的雙手雙耳 遭到灼傷 氣爆發生後 消防隊緊急到廠將火勢迅速撲滅 也拉起封鎖線 首先整起意外只有兩人輕傷 沒有造成更大的傷亡 但到底氣爆怎麼發生 有沒有人為疏失 仍然有待調查 這次陳志偉 李夢中將景城交化 採訪報道